一个迷你主机把所有的配置都给到最顶 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岁月份我去香港逛展的时候 偶遇了名凡的几个熟人 无意中看到了这款大满贯的产品 CPU是满血的Ultro9 185H 双USB4双5G网卡 AUKLINK接口 WiFi7 自带指纹解锁 人脸解锁 还带一块4寸的触控屏 无论是从形态还是到外观 从硬件到配置 直接把迷你主机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名番家最新的旗舰产品系列 Artman X7 Type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X7 Type采用了23年4亿度发布的 最新的Inter 4工艺的Meter Lake系列的Ultro9 185H的CPU 16核心22线 最大锐频5.1GHz 支持最大96G的LPDDR5的7467MT的内存 TDP功耗45W 满血的128EU的Inter Arc核显 最高频率2.35GHz 支持8K 60Hz HDR的输出 4K 120Hz的HDR输出 刚好一升的体积 主机的重量860克 支架165克 金水这次拿到的是32加1T的版本 随包装附送了一个120瓦的电源 一根HDMI线和一个立式的支架 主机的边框采用了铝合金的材料 顶部和底部是塑料材质 背部和底部进风 顶部出风 配合立式的支架 可以多角度的悬停 正面一块非常显眼的4英寸的屏幕 分辨率是480x480 支持触控 支持独立控制 这块屏幕还提供了多种布局 可以供大家自由的选择 也可以显示系统的各种状态 包括多种多样的时钟 你也可以快速的调节CPU的功耗 亮度以及声音的大小 这边的摄像头 支持Windows Hello人脸识别 并且支持物理关闭 两侧是双时音麦克风 收音更加清晰 顶部一个电源的按钮 支持Windows Hello的指纹识别 全尺寸的SD卡槽 对于摄像爱好者非常的友好 最大读写速度在100Mbps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摄像头的物理的开关 对隐私性就支持的更好 左侧是Aucolink接口 直连CPU4.0x4的带宽 兼容RTX4070 以及RX6700级别的显卡 并向下兼容 USB4接口拥有40GB的速率 支持DP1.4 但是不支持DP1 两个旁野家的5G的有线网卡 芯片是RTL8126 一个满血的DP2.0支持8K60Hz和4K120Hz的输出 一个HDMI 2.1支持4K144Hz的输出 一个USB3.2Gin2的Echo和一个USB2.0的Echo 最后面是一个19VDC的电源接口 右侧3.5的2核1音频接口和一个USB4的接口 它的规格是与左侧一致的 两个USB3.2Gin2的Echo 最上面这个是CMOS的初始化按钮 好 我们现在去掉脚垫 拧下四个脚的螺丝就可以打开它的底盖 但是这里要注意 这边有一个USB的排线 千万不要弄断了 我们取掉四颗固定的螺丝 就可以取掉我们的风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DDR516G的5600MHz的音锐达的内存 CPU是在铜管的下面 被散热铜管覆盖 在这我们就不拆了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一个全尺寸的2280 和一个2230的NVME的固态的盘位 均为PCIe 4.0乘4 我收到的这个版本搭配了一个 金士顿的2280长度的PCIe 4.0的NVME 它的容量是1D 通过拆机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散热非常的规整 CPU内存硬盘的热量都可以被风扇带走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它的性能释放和散热的表现 好 我们先进入BIOS 我们可以看到X7Ti采用了图形化的界面 操作还是非常直观的 我们在TDP里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设置的是高性能模式 也就是65W 风扇策略是默认 咱们来烤个机 烤机超过40分钟 CPU它是可以持续稳定在65W的一个输出 温度一直稳定在81度左右 一条直向 硬盘和内存的温度也控制的不错 都没有超过40度 离人大概45公分 在待机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声音的 烤机的时候噪音还是相对比较明显 CPU-Z单核794多核8511 PCMark单核4020多核33375 Cinebench R23单核1895多核17904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数据都优于之前测试过的 所有的迷你主机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硬盘的读速4774 写入3895 属于入门级的PCIe 4.0的标准 我们使用了一个USB4 2T的移动硬盘 读3723 写入2349 说明USB4它也是可以满速运行的 接下来我们也在Windows下 跑了一些综合性的性能测试 在这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暂停看一下 新的核显它的性能又进一步的提高 无论是在播放本地视频和流媒体的时候 即便是8K的高码率视频 也是可以非常流畅的播放 它的游戏性能也有进一步的提升 我在这做一个表格 大家暂停看一下 主流的3A游戏在1280P的低画质 还是可以简单的玩一些的 不过就是相比780M 还是稍微有一些差距 英特尔的2K核显 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非常期待它后续的核心显卡的驱动的更新 以及对新游戏的适配 由于iStar OS并没有适配本次的测试CPU 也就是Ultra 9 我就麻烦LDA帮我简单的做了一下适配 我们现在测试的这款固件 应该是手管支持大小核心 以及超小核心的WRT的固件了 这款固件新增了对英特尔Media Lake 和Luna Lake的新版的电源管理 优化了酷睿Ultra处理器的性能 并且加入了Art核显系列的驱动 和AV1 8K的转码以及都北世界的色彩映射 它不但支持大小核 甚至支持超小核的调度 并且顺便支持了8126系列的5G有线网卡 增加了对英特尔BE200 和BE400系列的WiFi7无线网卡的支持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我小米万兆和WiFi7的视频 不过大家先别急 后面我给大家整个大火 BIOS的性能模式价整机的待机功耗是在11W 室温32.5度 它的外壳温度是在40多度 CPU的核心温度是在58到60度左右 各种加密算法的评分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AES 961294分 XX20 509146分 Chromemark核心评分 509000分 最高空耗会在89W左右 这个是我测过所有的迷你主机里面加密算法总分的榜首 iPUB3双向打流无论是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甚至是180秒的压力测试 这两个有线网卡都是可以跑满4.7G的 这个固件非常完美的解决了5G网卡不能识别的问题 你也可以通过万兆的交换机把它聚合成10G的网卡 我们在OP或者是在Windows下测试的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WiFi的测试我们只是在WiFi6E的测试环境 它的表现也算是基本比较正常 WiFi7的测试咱们稍后会单开一起 好总结明凡的Atom X7Ti是我目前见过的最让人激动的产品 不但外观非常新领 而且硬件也无限的接近了台式的技能 iO接口更是逆天的首发了5G的有线网卡 以及战未来的WiFi7的无线网卡 满血的DP2.0和HDMI2.1都是目前非常稀有的接口 而双USB4和AUKLINK接口的加入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无论你是玩游戏还是办公场景 它都是可以完全的应对的 更加坚定的MI主机的市场 一定会逐步取代一部分传统的DIYPC主机的进程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大家对网络和存储感兴趣呢 也可以去我的小店和海鲜市场了解一下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